这是亡灵酒店千百年来 接待的最尊贵的客人 一名身着龙袍气宇宣昂的皇帝 酒店所有员工激动不已 他们用酒店最高的礼节 接待了这位SVIP的客人 金书生更是夸张的行跪拜之礼 满月安排皇帝入住VVIP房间 为了不打扰皇帝休息 满月交代贤重 在皇帝离开酒店之前 暂停接待其他客人 灿星认为满月在小题大做 并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皇帝产生怀疑 因为如今的社会 皇帝早已不复存在 看着客人千名的入住登记簿 满月猜想这是哪位皇帝 贤重上网搜了一下 李炫是电视剧中皇帝的名字 历史中并没有此人的存在 这让满月一行人十分尴尬 原来这个客人并不是什么皇帝 而是饰演皇帝的一名演员 他跑了多年龙套 终于在这部电视剧里担任了主演 却在开拍前突发心脏病去射 因为没有演成皇帝而心存遗憾 带着剧中的角色来到了月之酒店 灿星看着泰宇伤胆的背影 决定帮他完成生前的遗愿 新的主演是个流量明星 但演技一般 开拍没几集 就因为演技被网友骂得体无弯腹 灿星和满月来到片场 无意间听到主演在打电话 他决定放弃高额的片酬 不打算继续出演 让导演为他安排一场死亡的戏份 结束自己的拍摄 满月听到这么高的片酬心动物 于是萌生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半个 既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又可以帮助泰宇实现演员梦 满月装扮成王后的模样 把男人引进后花园 告诉他自己可以帮他提升演技 然后让泰宇的魂魄进入了男人的身体 男人的演技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真正展示了 什么叫做用灵魂在演戏 获得导演和众人的遗志好名 男人自己也惊呆了 他再次找到满月 希望用全部的片酬 换取自己演技的持续提升 就这样 泰宇演完了接下来皇帝的所有戏份 虽然没有露脸 但也体验了主角的光环 最后泰宇心满意不断 坐上了前往奈何桥的汽车 任务完成 满月准备带着灿星一起去庆祝 迎面却走来一个女孩 正是满月千年前的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